1995年 都政府接替了恐怖统治 新政权的结构由五名董事组成执行机构 一个元老院 一个五百人委员会 新政权在一开始就把一个人推到了前台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 拿破仑的荣耀之路是从他在土伦战役的惊人首演 再到普月十三日政变用葡萄弹镇压了保皇党 而得到更多关注 而真正让这位26岁的科学家新贵 闪亮登场政治舞台的 是他在1796年被都政府任命为意大利陆军司令 奉命远征意大利和埃及 精彩的战争和政治的好戏连场 1793年至1797年间 为了抵制把国大革命在欧洲的蔓延 由西班牙 荷兰 奥地利 普鲁士 英格兰和 撒丁尼亚等国 组成第一次反法联盟成立 到了1795年 荷兰成为法国的盟友 普鲁士和西班牙也和法国讲和 只剩下英国 奥地利和撒丁尼亚 是仍然在和法国交战的大国 当时法国的意大利陆军是被忽视的 装备和维护等各方面都非常差 军官和士兵拿不到报酬 食物不足几乎都快叛变了 尽管困难重重 拿破仑仍然充满信心和自信 他一上任 立刻把总部从尼斯移到阿尔本家 并多次亲自视察 评估他的军队的能力 然后拿破仑写信给都政府 军队的形势很糟糕 但还没有达到绝望的地步 1796年4月12日 拿破仑带领法国军队进入意大利 发动了蒙特诺特战役 打败了由 Rushane Achshantou 阿尔托伯爵率领的奥地利军团 4月13日 在一场混乱的小行动中 法军损失了700士兵 两名军官被杀 拿破仑在写给法国政府的行动报告中 提到他进行了米勒西莫战役 但事实上没有这场战役 应该是拿破仑为了掩盖那场伤亡严重的小行动 编造了这场战役 德哥镇由奥地利军和萨丁尼亚军 组成的小型混合部队守卫 防御攻势包括悬崖上的城堡 和高地上的土方工程 拿破仑率领法军占领了德哥 然后他命令一位将军坚守德哥 而他自己率领军队向西和萨丁尼亚军作战 实现了他的宏伟战略计划 分裂奥地利军和萨丁尼亚军 然后逐一击败 4月21日 德哥战役把军胜利 萨丁尼亚请求讲和 都政府和萨丁尼亚国王 Victor Amadeus III 维克多阿玛迪斯三世 在巴黎签订协议 国王同意将萨丁尼亚和尼斯 割让给法国 萨丁尼亚随后退出了反法联盟 帕尔玛公国 皮亚秦查公国和瓜斯塔拉公国 是意大利北部的历史国家 是Duke of Palma 帕尔玛公爵的领地 拿破仑率领法军 于1796年5月7日 开进帕尔玛州 无视这些公爵领地的中立性 和外交礼节 他在皮亚秦查跨过边境 立即颁布了停战条款 正式确定了法国的占领 拿破仑的法军和奥地利的后备部队 发生了一场冲突后 奥军败走 退回洛迪镇主地 法军紧随追过去 洛迪的防御并不坚固 守军人数也很少 当天下午 法军的炮兵团也抵达洛迪 增援拿破仑 猛烈地炮火 轰击河对岸的奥军阵地 法军纵队冲上大桥 还有士兵游水过河 奥地利军队 在经过数小时的行军和战斗 而筋疲力尽 食物也不足够 奥地利军的士气崩溃了 伤亡严重 幸存的士兵在夜幕中逃走 洛迪战役是拿破仑传奇中的一个重要闪光点 法国军队围困并封锁了 曼图亚的奥地利驻军几个月 曼图亚是意大利伦巴地区的一个城市 位于明桥河畔 围城期间 奥军四次救援都失败了 疾病和饥饿吞噬着奥军 最终投降并在1797年求和 拿破仑又开始了新的攻势 攻占了托斯卡纳大公国 紧接着进攻教皇国 随后接连于洛纳托之役 卡兹地辽内战役都大获全胜 1797年9月4日 拿破仑与罗威雷托之役 再度击败奥地利军的分支 紧接着又与巴萨诺战役 击败奥军主力 虽然连战告捷 但沿途补给线又被切断了封线 为了稳定后方的局势 拿破仑攻陷了奥地利控制的米兰公国 建立了两个傀儡国 特兰斯帕达纳共和国 和奇斯帕达纳共和国 1797年11月12日 奥地利军在卡尔迪耶罗战役 阻挡了法军的攻势 迫使拿破仑后撤 然而拿破仑以律师兵力 在为时三天的阿尔克莱战役中 又击败了奥军 1797年1月 法军和奥军都得到增援 在决定性的里沃利战役中 拿破仑击败了奥军主力 奥军开城向法军投降 然后法军进一步向奥地利的心腹地带进攻 最终奥地利同意和谈 于1797年10月17日 签署了坎伯福尔明奥条约 宣告第一次反法联盟终结 由于拿破仑入侵了教皇国 根据法兰西共和国和教皇国签订的 《托伦地诺》条约 教皇必须放弃罗马孽区 并由拿破仑的哥哥 Roseph Bonapart Yoseph Bonapart 担任法国驻罗马大使 拿破仑抛弃的未婚妻 Vizhi-Krachi 德西雷 他再次订婚的未婚夫是 Leonard-Marchand-Dufour 杜福将军 他和法国大使约瑟夫 在罗马煽动共和叛乱 在约瑟夫的宫殿举办共和节 这引起了一场骚乱 杜福于1797年12月28日 被教皇国军队枪杀 在和德西雷的婚礼前夕 1797年12月29日 罗马天主教教宗庇护六世 就杜福将军不幸去世 向法国都政府发出正式道歉 然而这项道歉 没有得到都政府和拿破仑接受 拿破仑随即派遣 Lui-Alexandre-Haberti 贝尔蒂埃将军 率领法军进攻教皇国 最终占领了罗马 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 取消君主制 庇护六世被驱逐 并死于瓦朗斯 由于教皇国改为共和国 拿破仑于1798年又成立了两个傀儡国 安康纳共和国和台波里纳共和国 把国政府的不稳定 导致了巴黎的另一场政变 1797年9月4日 果月政变是保皇派在马赛和里昂 爆发的白色政变 白色是代表不旁王朝的颜色 当时的革命政府 五位董事中有四位 是持雅各宾派观点的人 这四个人得到了拿破仑的支持 拿破仑派军队前往巴黎 对保皇派进行了大清洗 英国独自对抗法国 英国称霸海洋 在海外贸易中取得了成功 拿破仑本来曾建议攻打英国 但是当拿破仑从西方视察回来后 他有了更好的打算 他认为 要中断英国通向印度的贸易路线 并在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 建立法国的统治地位 随后他建议都政府放弃入侵英国的计划 将注意力转向地中海 特别是埃及 从那里扰乱英国的贸易 并威胁英国在印度的地位 埃及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国家 几个世纪以来 埃及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 由中东最凶猛的战士 马姆·路克人统治 马姆·路克人以勇气 骄傲和残忍而闻名 所有人都认为远征埃及 是最疯狂的行动 拿破仑带领他的东方军团 从土轮起航 躲避了英国舰队的追击 到达马尔他 马尔他立即投降了 于1798年7月1日 拿破仑率领军队登陆埃及 拿破仑很快就占领了亚历山大港 然后穿越沙漠向开罗进军 7月21日 拿破仑的军队进入了金字塔的事业 而马姆·路克骑兵队也穿越沙漠前来 士兵们 这些金字塔40个世纪以来都在俯视着你们 拿破仑说 然后一场激战开始了 马姆·路克人用中世纪的武器 向拿破仑的大炮冲锋 这是现代欧洲和古代埃及之间的交战 金字塔之战仅一小时就结束了 三天后 拿破仑率军进入开罗 但拿破仑建立中东帝国的美梦 还是破灭了 英国海军上将 Huritio Nelson 纳尔逊 抓住了停泊在埃及海岸的法国舰队 并将其炸成碎片 拿破仑和法国的唯一联系 就是舰船 舰船被炸毁 这是一场多么大的灾难 拿破仑和他的军队被困埃及 拿破仑永远不允许自己有受挫的情绪 被困埃及后 他在开罗建立了法国政府 并暴力镇压了随后的叛乱 尽管拿破仑试图拉拢埃及当地政府 但当地学者们却对法国人的思想和文化表示蔑视 拿破仑特意表现出埃及统治者的姿态 他搭建了一个亭子 并在亭子里主持了一场盛宴 拿破仑和穆罕默德 两个名字混合在欢呼声中 拿破仑在围困阿卡失败后 奥斯曼帝国和英国使者散布消息 说拿破仑的远征军已基本被摧毁 而拿破仑本人也已经阵亡 拿破仑和他的军队回到开罗 士兵们拿着象征胜利的棕榈枝 以一支凯旋归来的姿态击破了传言 拿破仑入侵埃及 被当代学术界认为是现代欧洲帝国主义的第一幕 这次对中东的入侵 拿破仑摧毁了被神化的马木鲁克人 展示了欧洲和中东 在军事技术和组织上的优势 导致了该地区的社会变革 拿破仑还带去了印刷机等西方发明 以及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思想 引入到中东 最终导致了埃及独立和阿拉伯文艺复兴 纳尔逊的胜利激发了欧洲列强们的信心 1799年第二次反法联盟组成 参与的有神圣罗马帝国 英国 土耳其 俄罗斯也参与了联盟 1799年3月至4月 法军和联军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蒂交战 法军剑躯下风 1799年9月 拿破仑建立的罗马共和国 在纳布勒斯王国的共识下宣告瓦解 第二次反法联盟军到达了法国边境 再加上保皇党的威胁 法国政府几乎崩溃 法国的埃及远征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一万五千名法军阵亡 一万五千人因瘟疫死亡 这时 拿破仑知道再也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任何探险了 此外 拿破仑也知道都政府的不稳定 他感知到 他的命运在法国向他招手 1798年8月23日 拿破仑将埃及指挥权移交给了 Rond-Baptiste-Klibert 克勒贝尔将军 他没有咨询克勒贝尔的同意 然后他秘密离开埃及 他留下来的军队感到被遗弃和背叛 克勒贝尔声称 等他回到法国要报复这个克西加岛的矮子 但克勒贝尔永远没有机会报复了 他在1800年6月在亚历山大被埃及人暗杀了 拿破仑在战役中遭遇的所有失败 最后都归咎到克勒贝尔将军 死无对证 拿破仑的新闻管理非常有效 拿破仑作为杰出的军事指挥官的声誉 仍然丝毫无损并不断提高 经过40多天的艰难航程 他于1799年10月9日抵达法国 尽管在斯利亚爆发了鼠疫 阿卡围城战惨败 被英国的纳尔逊炸毁了舰船的灾难 但他仍旧立下了惊人战功 为共和国扩大了领土 拿破仑的巴黎归来成为英雄凯旋 受到民众的欢迎 10月13日 当人们得知拿破仑将军回来了 街道上挤满了欢呼的人们 到处都在传送着拿破仑的名字 拿破仑到达巴黎后 立即到都政府见领导人 人群拥挤在街道上 都想亲眼见一下归来的英雄 拿破仑出现了 非洲的阳光把他晒得油黑 拿破仑微笑着 接受着观众对他的热烈欢呼 拿破仑也立刻去见他的妻子约瑟芬 关于这段故事 我们先抽出来在下一集详细讲 1799年把国大革命进入第十年 我们的节目也做到第十集 大革命歇斯底里的杀戮和恐怖统治 让法兰西共和国变成一个饱受战争和政治动乱的国家 法国民众早已不相信大革命所谓的自由平等 人们只希望有一个能提供稳定和安宁的政府 Emmanuel Rouser Cies Cies神父 就是那位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发表小册子 什么是第三等级的人 他在担任教会神职人员的同时 也热衷参与和他的宗教身份不符合的革命活动 他一直任职历届的革命政府 这次他想彻底把雅各宾人赶出领导圈子 他想到了政变 他开始寻找合作人 起初西耶斯对拉拢拿破仑有点犹豫不决 因为他觉得这位年轻人野心太大 但是他找不到更合适的人 最后西耶斯还是和拿破仑在互相不信任的状态下谈判 并合作了 西耶斯巴掌的银行家 然后主教兼外交部长 塔利朗加入 塔利朗又是一位神职人员兼政治家 然后警察局长Rusev Fouchi 傅西加入 拿破仑的弟弟Lucian Bonaparte 吕西安刚当上500人委员会的主席 再加上拿破仑 现在西耶斯觉得政治 金融和军事方面有权力的人物都齐了 是时候了 他们在拿破仑的公寓开会 策划了5月18日 也就是1799年11月9日早上7点钟发动政变 5月18日早晨 元老院在杜勒利公举行会议 吕西安先发言 他编造了虚假信息说 雅各宾派企图阴谋推翻政府 共和国很快就会被雅各宾人取代 然后阴谋者们提出两个提案 一为了安全理由 立法会要立刻转移到郊外小镇的圣克卢宫 二任命拿破仑为武装部队总司令 来保护议员们的安全 这两项提案获得通过 上午10点左右 拿破仑在元老院发表了讲话 诸位代表公民们 共和国在危机中 你们明智地颁布了这个法令 我们要的是基于真正自由平等的共和国 我以我的名义和我同伴们的名义发誓 我们一定能获得这样的共和国 这时在多勒利宫的局员里 早已集结了一支几万人的庞大军队 由拿破仑信任的将军们率领 紧接着 Pierre-Houchet-Ducoup 杜克斯和西耶斯双双辞去了董事职务 巴拉斯一边漫不经心的 听着塔列朗的演讲 一边走到窗口 看见冲位集结的军队 他很快在塔列朗递给他的辞职书上签了字 现在都政府的五位执政官中三位辞职 实际上是废除了都政府的五人统治组 法定人数不足 也就没有权利做任何法律决定 剩下两位执政官开始抗议 两人立即被Juan-Victor-Markey-Much 没落将军逮捕 被关在卢森堡宫 巴拉斯也被一对骑兵护送 回到自己的乡村庄园 这位都政府的首要执政官 就这样永远的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政变的第一天晚上 巴黎已经被拿破仑和效忠他的军官控制 还算顺利 可重头戏在第二天 阴谋者们必须要说服议会 决议新政府的成立 那天晚上 拿破仑在塔列朗家讨论政变细节 两人谈到深夜 突然街上传了一声吵闹声 拿破仑脸色苍白 以为阴谋已经败露 都政府前来逮捕他们 塔列朗急忙把灯熄灭 走到露台上看了一会 原来只是街上夜游者们的一场狂欢 两人虚惊一场 此时拿破仑最担心的是陆军部长 这个人和拿破仑关系密切 但很不稳定 他最早加入皇家海陆战队 在科西加岛服役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 他卓越的军事素质 使他迅速晋升 1797年初 都政府任命贝尔纳多特 为陆军总司令 命令他率领军队进军意大利 增援拿破仑 其实是巴拉斯为了抵消拿破仑的权力 贝尔纳多特被拿破仑任命为部下的师长 而在拿破仑返回巴黎时 贝尔纳多特建议巴拉斯 立即逮捕返回途中的拿破仑 以善利职守的逃兵这项罪名 交军事把庭审判 但巴拉斯说 我们没有力量 因此拿破仑幸运避开了劫难 否则历史将改写 贝尔纳多特和拿破仑更深层的关系是 他于1798年8月 和拿破仑抛弃的未婚妻德西雷结婚 德西雷的姐姐 朱莉是拿破仑哥哥约瑟夫的妻子 所以他们是家族亲人关系 贝尔纳多特最后成为瑞典和挪威国王 拿破仑非常了解贝尔纳多特不会支持他的政变 但至少要争取他不要成为敌人 拿破仑虽然对德西雷悔婚 但是一直很照顾他 最后贝尔纳多特考虑到他们之间的关系 德西雷也极力劝说 最后答应保持重力 5月19日清晨 拿破仑命令在巴黎和圣克卢之间部署军队 民众们好奇的 看着浩大的军队从巴黎开往圣克卢 下午1点钟 在圣克卢宫的会议厅里 分别举行着两院的会议 有很多雅各宾人出席 这是策划者们没有预料到的 拿破仑和同伴们在旁边大厅里 等候两院的决议 然而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的过去 代表们看到军队包围了他们 他们惊喜的因素消失了 代表们这才知道 他们被转移出巴黎 只是为了孤立他们引入陷阱 他们开始愤怒的议论起来 拿破仑意识到 必须马上采取果断的行动 否则将功亏已贵 下午4点钟 他忽然闯进元老院会议大厅 打断元老门的发言 他非常紧张地 在一阵可怕的沉默后 忽然失去了演讲的天赋 而有点语无伦次 他甚至提到西耶斯神父时 称他为将军 有议员反驳说 那宪法又怎样 拿破仑发怒了 宪法 是你们亲自违反和毁掉了宪法 他不再受到任何人的尊重了 诸位代表们 昨天你们委托我 执行了把两院 签到圣克卢的命令 我立即召集队伍 飞奔前来保护你们 可今天 一个诽谤 接着一个诽谤向我袭来 共和国现在已经没有政府了 五百人院四分五裂 我的权利是由元老院受益的 我在等候元老院的命令去执行 我对国家的忠诚 你们还没有得到证实吗 难道我不是 连强大的反法联盟都无法征服我 连暴徒都发抖的人吗 最后的结论引起了巨大的骚动 他说 请记住 我和战神和财神同行 拿破仑的讲话 不断的被愤怒的叫喊声所打断 拿破仑退出元老院大厅 在几位士兵的陪伴下 前往五百人院大厅 当拿破仑打开门 迎接他的事愤怒的喊声 打倒强盗 打倒暴军 立即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 人群向他涌来 有人拉住他的衣领 有人掐住他的喉咙 有人拿出手枪和匕首 拿破仑没有料到 有这样可怕的骚动 一下呆住了 这位征服意大利和埃及的军事领袖 浑身发抖 脸上被划伤流着血 一位将军看形势不妙 大声喊道 救我们的将军 将军和士兵们 把拿破仑救出了大厅 拿破仑后来承认 这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 失去勇气的时刻 当拿破仑清醒过来后 恢复了他的坚毅和果断 他决定公开用暴力 解散五百人院 他和吕西安一起走向外面的军队 他高声对军队说 阴谋家们聚集在五百人院 他们用手枪和匕首威胁我 实际上是在威胁共和国 士兵们 我能够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吗 士兵们迟迟没有肯定的回答 这时 吕西安戏剧性的 拔出身上的配件 高呼 要是我哥哥 胆敢损害法国人的自由 我发誓 会把这把剑插进他的胸膛 士兵们开始欢呼起来 拿破仑发出命令 军鼓响起 军队跑步冲进圣克卢宫五百人议会大厅 响亮的军鼓声震慑着大厅里的人群 如阿钦缪喊 穆拉特将军宣布 公民们 你们已经被解散了 然后又粗鲁的补充道 让这群该死的乌合之众滚出去 代表们大惊失色 四散奔逃 据目击者说 有些人从窗户跳出去 丢掉了帽子和腰带 但他们很快被从四面八方的军队包围 几个小时后 吕歇安抓到一些躲在公园的灌木葱里的代表们 然后代表们在枪和刺刀的卫陛下开了会 通过了解散议会的决定 随后 这些代表们被和平释放 晚上 在圣克卢宫的一个灯光暗淡的大厅里 元老院驯服地通过了建立制政府的把令 建立一个以拿破仑 西耶斯和杜科斯为首的执行委员会 雅各宾代表被逮捕和流放 凌晨两点钟 三名新制政官宣誓忠于共和国 委员们起草了简短而晦涩的第八年宪法 根据该宪法 第一制政官拿破仑 比其他两位制政官拥有更大的权力 这场政变中的政变完成 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 沸沸扬扬的法国大革命至此终结 而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即将崛起 凌晨三点钟 圣克卢宫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拿破仑乘坐马车回巴黎了 几天的焦虑和紧张使得拿破仑面容憔悴 疲惫不堪 面对新的前景 他陷入了沉思 政变本身远非一场外科手术这么简单 而设计以后的政权 才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 人们在大革命初期投入了大量的关注 但对于大革命的结束 拿破仑发现 后者比前者更困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